食用油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然而家庭主妇面对市场上琳琅麻木的食用油 看的是一头雾水眼花缭乱 到底该如何才能选择到合适健康的食用油 也成为了每个家庭首要解决的生活问题之一 本期节目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及营养师 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财富人称 健康智商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秦天 今天现场主要是三位嘉宾 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著名相声演员 游献超 大家好 第二位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何继博 何主任 大家好 何继博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 第三位国家二级营养师 农拼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还是看片子来了解一下 走进超市 面对琳琅满目的食用油 让人犯了难 大豆油 花生油 菜籽油 橄榄油 各种各样的标签让人眼花缭乱 5S压榨 黄金比例等新鲜的油品 又让人选择起来左右为难 到底哪一种食用油 才能让家人放心食用 才能安然地端上餐桌 这是主妇们面临的一道难解的题 油该怎么选 您家里的食用油 您了解吗 这一说到这个食用油 这我就想到你 为什么呢 油多 我姓油 但不代表油多 你看这名字 油限超 油千万要限制 不能用超了 油适当适量 多了不好 少了也不行 要选择不同的油 这是不是也有讲究 是的 一般情况下几乎所有的植物油 都含有一些个不饱和脂肪酸 但是有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有的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还有的是这个叫欧米加3的略高一点 我们大多数咱们中国的食用油 或者那几大油种 实际上是欧米加6比较多的 叫亚油酸含量比较高 但亚麻酸要差一些 因此还是要多做一些选择 多做一些搭配 可能更合适 您刚刚所说的这些内容 我们也听懂了一部分 这部分就是说油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的营养物质的 对人身体是有帮助的 但是要控制量 但是各种油种的不同 所含的营养素质是不同的 所以要根据个体差异 您要来进行一个选择 是这意思吧 我们这样 现场我们俩来选 当然来 来选 我们选择的过程当中 就把这个如何挑选 适合自己的油的这种方法 交给大家 好不好 上道具 来 我们面前摆了有四种油 橄榄油 菜籽油 花生油 大豆油 可以 油线抽 什么油啊 挑油 来吧 选 让你先选 别喝止 我来什么 年兄姓 你橄榄油啊 橄榄油 开玩笑 油当中的黄金呢 那我就得大豆油 接地心 你说说理由 没理由 他离我近 就是离着近 对 我这有理由 你有什么理由 离着我比较近 这理由很充分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 贵 贵吗 橄榄油多贵 是吗 哎呦 这橄榄油 多少钱忘了 但是特别贵 你这样吧 让老师介绍就行了 让我说吧 其实反正让我选啊 我肯定是哪个都选 对 因为 选哪个都没错 其实呢 这个每一种油 它有每一种油的特点 那如果长期单吃一种油呢 也未必是个好事 所以像它 它有它的优点 它有它的优点 是 但是呢 你单一的食物 不如混合下来更好 所以呢 我们会每一种都选 但是需要注意什么 在选油的时候啊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营养 其实更 还有一个问题 影响我们 就是安全 要考虑 第一呢 就是说 要看 这个油的 这个生产的日期 是必须要看的 因为油脂在存放的过程中呢 它会接触氧气 会酸败 这样的话就影响了 这个它的品质和安全 另外呢 就是我 我前段时间看到人家那个 有个宾馆里啊 卖自己的油 这个 给我推荐半天 我看看我没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它的油啊 是四季炸的 什么都没放 没有食品添加剂 那我不买 不能买 食品添加剂没放 这不纯天然 好 对啊 不添加剂还不买 这个油脂呢 它的这个 这个酸败的问题是很普遍 很容易发生的 保质气 一定要加抗氧化剂 如果没有抗氧化剂 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去买 你放不住 你也不能一天就吃完 但氧化会非常快 特别是你打开了盖 对吧 那空气经常接触 经常新闻 因此呢 要买那种 有食品添加剂 有抗氧化剂的 这个去使用 因为那一点点抗氧化剂 对人体 目前我们看那个量 肯定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你没有它呢 你氧化了以后 那反倒更有影响 所以 要有 不是说食品添加剂 都是有问题的 这是保护安全的 对 就是 何老师说这个呢 我想到就是有些人 他就从农村 然后买他们现炸那种油 像我爸爸妈妈也买 但买回来 放一段时间 就有哈拉味 就感觉不新鲜了 哈拉味 对 那就是说 如果哈拉味了 我就扔了对吧 那还好 但哈拉味前 它已经有变化了 还没到那个质变的时候 你还在吃呢 你吃就不好了嘛 当然是要买 有添加剂的 这是这个第二 第三呢 它的这个双标上呢 应该有一些指标 你看一下指标 那个指标呢 它会标 比方说酸价 冠化值 当然酸价 冠化值可能不标 当然会 也会标什么 有的是这个压榨的 它就不去标 当然如果是这个 溶剂进出的 它会标一个 我溶剂残留量 低于多少 要买那个低的 这些 这些个溶剂残留的 这种情况 另外呢 就是说 那就是看你的 这个回来 营养 那就说我们 我们应该吃 吃什么油 说到这个营养 这每种油 可能就是不一样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介绍 说一下好不好 我这个人不是说 这个较真儿 也不是说有比赛的心理 但是相比较而言 我们这个 橄榄油和大豆油 哪个更有营养 您直接说 不用客气 我盯得住 从降血脂 那个对心血管 这个来看 对 橄榄油要好一些 你大海洋 你都说的 再这样 这个病 这个病我还没有 新鸟家写的要好一些 不就行了吗 是吧 这病我又没有 小油选的也没问题 但是这个油更好一些 正好一些 那我要这三个油 混到一块跟它那比呢 还是不行 因为这三个油 它们其实很相似 它们一样 都是一多半化脂肪酸 都缺单多半化脂肪酸 它这个单多半化脂肪酸 还量高 实际上这个 我们还有一个油 今天我没有放在这 是油 就是咱们中国的山茶油 山茶油 对 一点都不比 橄榄油刺 没错 像我就不太喜欢 制橄榄油 山茶子油 我就完全可以接受 而且它的营养 怎么样 刚好又弥补了 什么橄榄油这一块 山茶油 是从油茶树种子中获得的 是我国最古老的 木本食用植物油之一 经测试 茶油中物饱和脂肪酸 高达90%以上 油酸达到80%到83% 亚油酸达到7%到13% 并富含蛋白质 和各种维生素 尤其是它含有 丰富的亚麻酸 是人体必须 而又不能合成的 主要营养元素 经科学鉴定 山茶油的油酸 及亚油酸含量 均高于橄榄油 那这几个油 既然大家都差不多 那么选的一句就是说 你喜欢哪个 就吃哪个 对 哪个味道 另外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油味不一样呢 实际上我们吃的营养成分 我们叫营养 纯油 是一点味都没有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油 给它提到纯的脂肪的话 它实际上是无色 无味 透明的 这三种油都是差不多吗 比如说菜籽油 大豆油 还有花生油 它的脂肪酸的比例上有一些不同 但是像亚油酸啊 基本上都应该在30%多以上 但又不超过50% 所以这几个差不多太多 但这里面有一个需要说一下的 就是这个菜籽油 菜籽油呢 菜籽油在您说之前 我再加一句 就原来我听说过一个说法 不知道对不对 原来说菜籽油呢 是一定要充分地加热 不然的话 它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 有毒有害的物质 对 我刚才有说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就是叫戒酸 这个戒酸呢 它有对人体的一个危害 就是长期使用会导致甲状腺肿 这个所以呢 这个最近年国际上 特别致力于研究低戒酸的这个菜籽 犹太那个品种 基本上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要把它说的再细一点的话 有很多要说 就比如说 它的这个热点的相对来说 就会低很多 对对 比如说我们原来炒菜呢 是要热锅凉油 但这个 这橄榄油就不适合了 对 比如说你那个锅烧得通红 你把这个油一倒下去 它就产生的那个 有毒有害物质就会很多 天哪 所以橄榄油更多的是什么 更多的是你要凉拌 没错 是比较合适的 就比较好 还有这个大豆油 花生油 其实这方面也是有一些讲究的 您有什么补充吗 像是我们刚才说 大豆油和花生油 这两种的就是怎么样 它可以怎么样 它的烟点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像是热锅凉油就可以 但是像是我们菜籽油呢 它的烟点比较低 那这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 锅不是特别热的时候 怎么样 就把油放进去 然后把菜放进去 这样呢 就不会让它产生更多的一些 不好的物质 行 你看哈 有关油的种类呢 是有很多的 根据种类的不同 您可以来进行自由搭配 但是总的来说 大的方向 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单一的 只使用一种油 长期的混着使用 这相对来说 会更加的健康 我来买油 我会看这种色 但不是看那油的颜色 这个反复这个高温啊 这个油的脂肪会 出其能力的 这下成分 就是油炸完了东西在炸 这油过期了 刚过期一两天 能用吗 您看啊 我们说的这个健康用油呢 就各种各样的油啊 要混着用 对吧 现在市面上就 不用大家这么想 这么多了 太累 出现了调和油 各种油参加在一块 都混完了 是这意思吧 调和油的这个概念 是这个意思吗 是 它是把几种油 给它混到一块去 来去使用 那我使用这个调和油的话 就不用担心 前面说我使用这个单一种油 造成的一些 营养的这个亏欠 但是调和油 好像也有形状吧 也有的不同 它有的不同的组合 有一些可能是花生油 对 大豆油的组合 还得换 那这个也没有太多的意义 实际上我们缺的就是 要么就是单不饱和 要么就是那个 亚马仔油 跟山叉油 跟像花生 大豆 这种混合起来 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么已经说到这个油 各种各样的 怎么去选择 怎么是去正确的这个使用 会挑吗 哎呀 挑的话 比如说同一品种的油 都放在你那 你怎么挑 按价格挑 你只买贵的 不买 对的呀 错了 只买便宜的 那就不对呀 这是不行的吗 我跟你说 我妈 这方面 很有经验 他呢 他看颜色 看啥 看颜色 那油的颜色比较深 棕色 好 越深越好 颜色深比较好 你要说到棕色 那是现在我来买油 我会看棕色 但不是看那油的颜色 那是看 我是看它那瓶 瓶 棕色的瓶 好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这倒不是说显得高档 那是 通过我们这个节目 这方面的知识 我是具备了一些的 棕色的瓶 过滤这个光线是最好的 能够更好的保护里面的油 你错 开玩笑 我不信油 但是油方面的知识我懂啊 油线超 我姓油 下回我外头就弄一茶色玻璃罩了 来 保护性油 它是这样 这个棕色的这个玻璃 它能阻挡死外线 而死外线呢 是能够加速油脂酸败的 我都懂 那你不比较嘛 颜色深 我妈那方法怎么样 这也怎么样 它是这样 颜色深也不是说不好 应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 因为颜色主要是类胡萝卜素素类的颜色 包括这个北大胡萝卜素啊 还有其他类胡萝卜素啊 它有一定的看好化作用 颜色深的 它的不好在于哪呢 颜色深的往往 烟点可能会比较低 容易冒烟 烟点低的油比较好 还是烟点高的这个油比较好 其实应该说是变正的来看吧 因为烟点低的呢 很多人是这样 一冒烟 我就不敢再往下加热了 那个时候 它的温度比如说 一百七 那它产生的像饼仙啊 或者三段冰笔啊 这会少 治癌物就少 对 如果你要是到二百五 你还不变烟 然后我还加到三百了 那个时候呢 它反倒产生的 这几个物质又会多一些 但是呢 烟本身当然也有它的问题 所以这真的是要变成的看 这我就想追问一下您啊 这油过期了 刚过期一两天 能用吗 那看你这个油是怎么保存的 就那么保存的 就放在那个灶台那嘛 这个如果啊 如果你都没有打开 开了 用了一半 那就不太好了 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多长时间 这个 因为是这样啊 这个保质期是这样 过期 并不意味着安全就不行了 它只是呢 在这个期限内 它的风味最好 品质最好 过了以后呢 虽然安全很容易保证 但是它的味觉 会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我们建议不实用 对身体健康会有很大的伤害吗 这个很难判断 因为你一两天 你是状态要是存得好的话 比方说你每次吃完了 然后放到了一个闭光 而且呢温度控制比较好的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但如果你要存放的不合理的话 而且每次就是说 拿这个大桶去倒这个油去炒菜 那我觉得就别吃了 甚至也有可能都没到期 你都可能就不一定有 就有问题了 只要是过期 哪怕是一两天 咱们还是为了安全起见 别再用 这么说准确吗 也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过了期以后 是不是不安全 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不过期应该是安全的 买油大小 应该根据你自己的使用量 家庭的人数 然后如果人多 你可以买大桶 很少建议买小桶 是 如果是过期的话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会造成食物中毒吗 不太至于 不至于 但是它的那种 酸败产生的那种 低分子的这些成分 全同存 还是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的 您看 就这种可能过了期 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 不是很大 但是有一种使用油 如果使用不当的话 有可能造成癌症 你说 有反复使用 就是油炸完了东西再炸 炸完了再炸 炸完了再炸 就比如说你们家 就刚炸完臭豆腐 是 又来炸鱼 那我不是死在癌症上了 我是死在那味上 比如说今天炸完了 你明天还拿这锅油还来炸 我确实看到过 有些老人 他认为这个油是炸东西的 然后 专门就用来炸东西 弄个碗 然后下次还拿这个油炸 这是就是 刚才说的反复使用 这个反复这个高温啊 这个油的脂肪会形成一个致癌成分 叫三次奔冰笔 它属于这个东方厅类的化合物 对类化合物呢 是世界美容组织的这个 癌症中心认定的 人类的这个肯定致癌物 它不光动物致癌 人也会致癌的 油温越高越好 温度越高 它挥发出来东西越多 浓度越高 那刺激的越强烈 油呢我们建议是20到30克 所以油量大 虽然口味上的怎么样好了 但是你这个对你脂肪的热肉呢 它是超标的 脂肪因为它是好作用 前面呢我们说的这个油啊 说的选择 但最主要的油呢 还是吃 怎么吃才是最好的呢 我们有个小片 一起来看一下 老话常说 油多不坏菜 人们炒菜时 有的人以为油放得越多越好 还有的人在炒菜时 觉得油温越高越好 这样才能激发出油的香气 甚至有的人只用植物油做饭 认为动物油太腻 容易增胖 于是又开始节制吃油 相信少油 无油饮食才健康 这些食用油的方法对吗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 才能健康的食用油呢 怎么吃油才更健康呢 我们不是把方法教给大家 而是找出了一些误区 希望大家规避掉这些误区 我们一条一条来看 误区一 这个油温越高越好 这个除非炸东西吧 除非是炸东西 要不然的话 要那么高干嘛 不 油温越高当然越好啊 是吗 因为原来在那个 我们经常看那个节目 尤其是美食节目 那油温高的时候 一炒菜那个火都瞄着冒上来 这看着这菜肯定好吃 那不行 我们家防矮 着了是吗 是 这不能因为炒一个菜 把自己家给烧了 对啊 这是其次 最主要是来问问 油温越高越好吗 油温越高肯定是不好 都健康来说不好啊 那为什么你刚才看的节目 追求那油温越高 它觉得越好呢 实际上就是有方向物质 第一呢 油本身的这种香味 是我们能闻到 是因为香味物质 刺激了我们鼻子 那这个温度也高 它挥发出来东西也多 浓度也高 那刺激的也强烈 你就觉得很香 这是闻着香 吃的好吃呢 是因为在高温下 这个食物的物料 有些糖啊 有些蛋白啊 会发生这个 优质的反应 变性 就像我们说 胡香胡香的那个 它就觉得很香 像包括面包也是 人烤着那个黄色的那个味 你闻着香味 都是这种道理 那从它的这个口味口感 觉得高温好 但是从健康 高温肯定不好 是 好了 接下来误区二 用油的量越大越好 这是他肯定认同 对 因为前面节目一开始 他就跟我说 油多不坏菜 没错 没错 就差喝油了 没有事 有不如没喝过 从量来说呢 就是我们实际上每天呢 人的就是脂肪的摄入呢 是有一定量的 油呢 我们建议是20到30克 所以你油量大 虽然口味上呢怎么样好了 但是你这个对你脂肪的摄入呢 它是超标的 这样呢 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有危害的 实际上不管油啊 任何的成分过量都不好 对 包括水 包括糖 是 误区三 荤油不能吃 植物油尽量多吃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所谓的荤油可能就是这个动物油 动物油 比如说猪油啦 羊油 羊油对 牛油 牛油 然后植物油呢 可能就是大豆油 对 花生油 哦 觉得荤油 别吃 这说法对吧 这样我先说第二个问题吧 就说植物油尽量多吃 实际上任何的这个油啊 不管动物还是植物 它都是脂肪 能量都很高 多吃呢 一定会带来能量过剩 是带来飞胖的这种现象 所以一定要限制这个 总油的量 这个不认为植物油还是动物油 都要限制制液 第二荤油能不能吃呢 那要看它的这个 跟什么一块吃 如果你这个全是蔬菜 和这个粗粮 或者是一般粮食 那荤油可以吃 没问题的 但如果你又已经有很多肉吃了 你再荤油肯定就不好了 所以就是我们要这个 看它的搭配的是什么东西 用辩证的来看 辩证的来看 就比如说我前面说这个 这个橄榄油特别好 橄榄油特别好 可以生吃 蘸面包吃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记住了 这也不能过量 为什么 它毕竟是油 吃多了的话 它再好营养再丰富 你吃的还是会肥胖 行 误区四 害怕肥胖就不吃油 这可以 我同意这条 但是我臣妾做不到 你虽然做不到 但是它尝试过 你看它不是说为了减肥 前面说那个 白水煮的 白水煮 即使是说在外面吃饭 在外面吃饭 大家一块吃饭 它必须拿一碗开水 涮涮 把那油芯去掉 是 这样好吗 不吃油了 好一点 但是呢 实际上 就是说我们这个 看两个 第一个 就是说 如果一点油都不吃 其他食物里面 也都不是脂肪含量 比如说也没有什么肉类 那你要再没油 第一呢 你的那些脂肪性微生素 吸收就会差的 比方胡萝卜素啊 就不太能吸收 第二呢 那脂肪也有它的好作用 如果我们 这个 没有这个油来摄入的话 那那些必须脂肪酸 像刚才我们提到 亚药酸 亚麻酸 花生四季酸 就没地方来 所以油还是要吃 但是呢 就不烂过量就行了 总之啊 希望大家看了这期节目 能够正确的态度 去对待油 正确的使用油 今天这期节目 正确的还在一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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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